妳這個手是 是想念我弄一隻豬是吧 是大象 我以為想我 他真的很愛把妹耶 你真的很愛把妹喔 你現在還有心情看漂亮女生嗎 有 因為生三個了 我才懶得摸你 對 這個專輯裡面 有四首歌是你的兒子 五首 你的兒子幫妹妹做的 對... 他本來不做了啦 那因為我撿信給他 他OK 要來 要來他就跳出來了 要跳出來 我說兒子啊 怎麼樣... 他說好啦 我就...我會... 他也為那個謝金燕做過啊 好久了熬啊 那一首歌也滿說歡迎的 是 那他喔 我來做 就這樣 我說OK啦 是因為你交代的兒子就做 對啊... 所以你兒子女兒都很有才華耶 我不是 我想妳配我的基因也不錯啦 爸爸就會看到我正在跑來跑去 他索性就會把我拉上去 謝幕這樣子 對 可是沒有叫妳演 好像我曾... 這我是問長輩的 他說我九個月的時候有客串過 你說在歌廳秀 對 就是剛好 剛好人家生下來的女孩 被趕出去 那個媽媽就抱著她孩子 然後就去丟在... 丟在海邊有沒有 讓人家撿 就是我來撿 以後長大就是誰來演 這樣 所以我有去演出那個 九個月的嬰兒 有啦 你... 這算是同心嗎 我想是道具比較多 爸爸以前是不是會拿兩個巨星 來恐嚇你 他就是如果我不乖的話 他就會找那個康宏叔叔 跟余天叔叔來恐嚇我 最怕 最怕 因為我很怕那個 我很怕眼睛很大的人 對 所以他們倆真的有出動過嗎 康宏嘛 康宏 孩子會怕 沒有 現在我們那個時候的家庭 孩子一鬧 都互相 像宜天的人 那個兒子不吃藥 說諸哥亮來 他就出來 對... 所以我不乖 我不乖就講宜天叔叔 來 我就會乖了 宜天就叫他 薛康宏 過來 這樣 他就這樣 面對著他這樣 整個後面都流汗 就冒冷汗這樣 以前是這樣 對 那個...他不聽話 那個康宏的聲音很大 誰在哭啊 哭啊 對 他就是這個 誰想要中氣這麼足 你們都有功能 可以對付彼此的小孩就對了 對 互相幫忙 互相幫忙 我們都當壞人 金金說你小時候 會報名牌給爸爸喔 是真的報還是說子日 講那個就是... 講那個就是講到他媽媽 我要上太陽城了 他今天就要跟爸爸去 我說好 就這樣 我就在那裡 牽牌在對牌 跟豬頭在對牌 我牽多少... 他就來我一個名牌 是豬頭啦 不是豬頭... 他說我就坐在這裡 他就來啊 就站在我面前啊 爸爸...禮控署啦 對 我還在講 就一直推啊 爸爸禮控署 我說好...就這樣 那結果我就掉... 人家都烘牌啦 來不及了 掉... 掉一點點而已 然後就... 好啦 沒有就沒有啦 是 然後他媽媽還... 因為... 你怎麼說話 黑白...黑白簽 你不是都沒牌了 對喔 就這樣嘛 就到底禮控署有沒有賺到 然後我就上班啊 然後就上班 他很想要趕快知道 上班 就來到那個... 太陽城 長城路 居家莊對面啦 你這個也講 連地址你也要講 沒有啦 就進去啊 因為我要進去問號碼 我的車子就停在那裡 車牌號碼...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那個... 那個茶葉店的老闆啊說 兩個要開幾個 你不知道喔 然後他媽媽就上樓上去洗頭 我就...我就上去看他一下 你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多嘴呢 對不對 你女兒抱著牌 禮控署開啊 黑白公 機會就過了 沒錢的 那後來你還有這個能力嗎 後來... 我是記得... 我記得我開口第一講 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爸爸 對 然後爸爸那一期 也有去簽爸爸 就真的開了 對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呼吸 我在睡覺 然後我的喘氣...喘氣的那個 三個大的 兩個小的 喘了三個大氣 兩個小氣 什麼意思 我喘了三個大氣 兩個小氣 結果爸爸就說三二 我都保鏢啦 在旁邊啦 他就剛好 剛生下來吧 幾個月而已嘛 就這樣 就... 就兩個小氣 這樣怎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沒有啊 我那個保鏢也在牽牌啊 他就說 多愛... 謝根毅 他本名叫謝根毅 謝根毅喘三個大的 兩個小的 你說這樣喔 這樣是...這樣有牌喔 我說我要簽 我哪裡要簽 他就講這樣啦 他說這個小孩子啦 有一個福氣啦 有一個什麼啦 生下來我就大賺錢啦 就紅啦 他就是喜歡他 我就是這樣 再這樣... 然後結果他簽 我也跟著簽啦 沒想到我簽的都沒有中 只有他開的中 三跟二嗎 對 所以你真的是會報名牌的人耶 小時候可能有這個能力吧 所以你們兩個人喔 對不對 都不會玩牌對不對 對 都不會簽對不對 怎麼樣 你看 你一生當中少贏多少 不要亂教觀眾 那個小賠了多少啊 你思想不會這麼扭曲啊 還教訓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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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